好继续来看赵新童的第四局比赛 目前三局过后赵新童2比1领先 不管是在状态上还是在心态上都稳稳压阿西富一头 看一下左下方底带的这杆长台 没有打进漏球 这个球形也是很理想的 五颗散落的红球 吃酷起来要黑 再来一波左右开弓 高杆推过来 要黑球的右下方底带 好中带角度给的也没问题 还有一颗活球打完这颗红球就要找机会来K球队 打薄了 出了一点小问题 哇漂亮 一个大力的K球堆直接传进了一颗红球 而且球堆的分布完全散开 这杆K球太漂亮了 满分 贴一下绿球 但是没贴住 没贴住的话球权依然是交还给赵新桐 这个球形上手的话就是一杆超分的球形 常规操作 甚至不需要太高的一个走位 但是不需要太高的一个走位 分球中带 再吃一颗中带的红球 这跟对手给的助攻实在是太好了 太理想了 一个非常简单的球出现了失误 又把主动拳交还给了对手 这局要是丢的话就很可惜了 你看阿希夫的这个出竿速度也是很快 打球风格跟赵新同类似 干脆利索 至少这种球员打球我们是很有欣赏性的 好 右下地 看阿希夫还给不给赵新同再站起来的一个机会 确实不需要太多的走位 这样比分追平了 双方的比赛进度应该是最快的一个了 没有磨球 这一杆有悬念 打进了 黄球也叫到 还会不会有意外 哎 绿球走过了 角度留的偏大 出竿还得够着一点 打丢了 稍微厚了一点点 露球给赵新同 赵新同的机会啊 这回一定要稳住了 清台并不是太难 都是活球 落后16分 台面25 嗯 这个篮球没有叫到 把篮球打跑 然后看看能不能利用黑球来做一干 好 吃库过来 漂亮 这个停球太精彩了 停到了黑球的正下方 一干没解到 这个解球很难的 因为流的解球角度很窄 需要多次尝试来去试探 T2杆还是没有解到 斯诺克吃饱 有没有机会说 阿希夫直接解到超分 没有 现在解第四干 还是没有 四干已经罚掉了20分 现在看一下 赵新同领先了11分 台面18分 第五干 没有 没有 再解一干就超分了 超分以后 就不允许再解了 之前的这个解球记录 斯诺克解球记录 乔佩里 连解15干 被罚掉60分 这个阿希夫还远远不如 当然这一干是有希望啊 如果说分差很大的话 有希望 就去抹抹掉 追平 甚至超越乔佩里的记录 现在已经 送赵新同超分 30分 阿希夫也是 没有办法 好超分以后不用再解了 好球 打进 基本上这局锁定胜局了 嗯 3比1 2 5 5 感谢观看